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粉末的上色 那我就用這個洪老師 提供的一個 這一個 NG Recap 這個 拍攝影的這一張 那個粉末的相片 然後這個 就用它的相片來跟各位說明怎麼 那個把這個粉末上顏色 上顏色 那首先呢 要如何來上顏色呢 第一個我們首先先把它複製幾份 那我們給它複製 要上幾種顏色就給它複製幾份 那我們要上四種顏色 我們就給它複製 你用Ctrl J也可以 Ctrl J 那一二三四 四份 好那我們從上面開始 第一份 我們要給它上顏色是紅色的話 我們在前景色這邊 就給它選紅色 紅色 按確定 好那我們就給它選紅色 按確定 好 那我們就按 編輯裡面的 填滿 前景色 然後顏色選 色彩增值 按確定 它就會把它填滿 顏色 好 那 假如我們要這一塊 假如我們要這一塊 這是這種顏色 那你就可以選擇裁切 這個選取範圍 你可以用矩形的選取範圍 但是語化的部分你要 要有旁邊有漸層的樣子 你就語化要選多點 那我們就選50好了 那我們把這一塊 到這裡的 上面這一塊都用紅色 好那我們就 按Ctrl J 把它選取起來 好他就有這樣的顏色 顏色紅色這一塊顏色 你要用圓形來選也可以 好 那第二塊我們來選 再做第二塊 第二塊我們是中間這一部分 那我們這一部分 我們要給它放入 藍色 藍色 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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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一樣把它用 填滿 那個 前景色 把它填滿 那填滿顏色 好像不怎麼藍 好我就是假如不怎麼藍 那我再做一次 再複製一份 再複製一份 那複製一份我把它 加深一點 我用柔光把它加深一點 它就更藍一點 那我就把它合併起來 好 那 藍一點以後我就取中間這一塊 我一樣用 用那個 那個 方塊的 舉行選舉工具 那我要選哪裡 跟它相接利用 就把它加 這一塊 這一塊 跟它相接的這一塊 好 然後我就把它選舉起來 可以 然後我就按 然後我就按 Ctrl J 把它選舉起來 Ctrl J 那把這個關掉 那中間這一塊就變藍色 好 那再來 我現在再繼續選 那 這個 下面這個 我就選 顏色 那我就繼續給它選 前景色 那這次我給它用 黃色 那我來用紫色 看看 也不錯 紫色 用紫色 按確定 那我一樣給它填滿 填滿 前景色 紫色的 不是很吃色 那我就再給它做一次 好 那我給它做一次 好 讓它更顏色 如果還不夠 那我再用給它做一次 顏色太深了 那 給它做一次顏色 好 這個顏色好像不 不那麼透 好 這樣大概可以 那這個顏色 那我一樣 我就給它合邊 然後我一樣給它選框 那這個顏色 我為了它 我就選這一條 這一條 顏色 顏色 然後一樣 Ctrl 直接把它選取 好 那這一段就 顏色 就紫色 這一段 這一段 好 這樣一段 第三段 就給它 這種紫色 那在下面的部分 我們先把 因為上面太多 我們可以先把它 先把它 關掉 好 那下面這一段 我們就給它填滿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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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比較 齒色一點 黃色 然後就把它 填滿 一樣把它填滿 黃色 填滿黃色 一樣 再把它加深一點 把它加深一點 好加深一點 以後我們 一樣 加深一點顏色 這樣 很深 好可以的話 我們就把它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以後 我們就看這條 是到這個附近 黃色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來選 選黃色的部分 其實下面都是黃色的 也沒有什麼好選的 那我們右邊跟左邊還要分開一下 所以我們還是來選它好了 選它 好 一樣 Ctrl 我直接把它選取起來 好那我們就給它加上 這個黃色的部分 好 最旁邊的部分 好 好那舉例我旁邊還要加一點點 紅 紅色的 最下面 那我最下面這邊再給它一點點 紅色的部分 好那我在紅色這個部分 我在旁邊這邊 我再給它用 橘圓形的黃色部分 再給它取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那太多 好那我們就選 選太多 我們就重選 它這個旁邊的地方 我們選紅色 跟它不一樣 然後Ctrl 直接把它選取起來 好那我們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分別把這些圖 分別把這些我們擷取的紅色 藍色 那個紫色 就各層的顏色 但是因為我們人 我們這個人我不想他 這麼多顏色 這麼深 那我就可以用我這個 原來的這個圖形 原來人這個部分 我把它選取來 我把這個人的部分 把這個人的部分把它選起來 我要白色一點 那就把它再選一次 人把它選起來 不要那麼深 我就把它 Ctrl 起來 把它 放到最上面 因為我人不要那個 那麼深 但是這樣子又有一點太白 那所以我就可以用 橡皮茶 把不透明度 再把它擦一下 讓它 也有上顏色 但是我的人臉 都還看得到 看得到 人臉都可以看到 它有加一點顏色 好 那這張圖我們就完成了 那除了用這個方法 你也可以用 用 那個 遮瑟片來做 遮瑟片來做 也是 很簡單 好 舉例我紅色的部分 要用遮瑟片 紅色的部分 然後我來做一次 假如用紅色用遮瑟片 我就取它 把紅色的遮掉 紅色的部分 我用遮瑟片 那我就在 在這邊 設定個遮瑟片 遮瑟片 我用漸層的遮瑟片 好那我就取它遮瑟片 取它遮瑟片 就把它遮起來 是要 白色的 黑色的 白色的露出來 所以我要把它 緩過來 緩過來 白色把它露出來 露出來 所以要選多一點 紅色的把它露出來 那我要選多一點 緩過來 緩過來 漸層的部分 把它緩過來 好那紅色的部分 讓它露出來 我再下來一點 好紅色的部分 好這樣也 用塗層 用塗層的方式 也可以做 用塗層方式 也可以達到 這樣的目的 用塗層目的 也是可以達到 然後我們在身體 這個部分 再稍微 用 把它 擦一擦 有顏色進來 連接 這次進來 人的顏色 也可以進來 好 那這樣就 我們就完成了 好 那各位 可以